廟方工作人員打著赤膊扛神教過火之後 就奮力往前衝 越過廣大人潮直接衝入海裡 帶著神教一起跳崗 隨後四個人一組各抓著神像的一腳 游泳横渡到對岸的港口 還尋屬人人坐在橡皮艇上 在水上戒備 這是野柳保安宮百年的元宵傳統活動 神明禁港文化祭 希望在元宵節這一天 透過水里來活里去的祈福儀式 祈求大家都平安健康 不過仔細一看 這些工作人員不管是在路上扛轎子壓勞累的 還是一躍而下跳崗口的 通通都沒戴口罩 民眾看了人心惶惶 因為廟會不只是大型群聚 而且參與的民眾 來自四面八方 元宵走村恐城破口 除了基隆歡慶元宵 台東不少宮廟 也帶著神像到街道上走村敬佳 為了防止疫情擴散 台東縣政府宣布 八家帳等陣頭上街海嘯 全程佩戴口罩 並保持社交距離 引發陣頭反彈 戴口罩真的非常的傳 其實不少宮廟都沒有好好遵守 台東的防疫規範 上街一看整輛車的工作人員 不是沒戴口罩 就是把口罩拖到下巴 無視疫情 人消極全台各地大動作慶祝 祈福 不過防疫當前 工作人員卻各個脫下口罩 原本好意要祈福健康 恐怕卻成了破壞健康的防疫破口 記者註定我潘正弦綜合報導